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成田是个运动教练 我是许小泽 在香港一间中资金融机构工作 我是胡英勤 我叫张思聪的是一名创业人士 我是香港市民之陪伴 我是张光范 我一个社区干事 我是陈正义 是香港一个小商人 我叫Petty 是个家庭主婦 我是和冲共济 外国联盟的主席 李国昌 我是文凡 是一名金融从业者 我叫吴建东 是一名酒店从业人员 我叫李雅芝 是一名普通话老师 我是张鸿宇 我是一名法律工作者 我是老字幕 創造高手精正海 今天完善选举制度 挑案草力正式通过 我感到非常鼓舞和振奋 我是感到非常高兴 我感到很兴奋 我感到很开心 我本人感到非常兴奋 非常开心 我感到无比兴奋 我感到十分开心 希望香港的选举 以后没有了反惑实际的戒例之后 已可以多做实事 推动经济 改善民生 这条条例的通过 对于我们做生意的商人来说 是非常之重要 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才可以有良好的营商环境 这条例的通过 有助于香港以后的 还容稳定 因为完善选举制度 堵塞漏洞 杜绝了反中乱港分子 进入权力 机制 落实了爱国者质感 从而确保了香港以后的 安宁和稳定 我相信会对香港未来的 常治酒肝 和一国两制的参与发展 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也对我们这些 在香港工作生活的 年轻人的未来和前途 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完善特区的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之治港 有助于结束香港的政治争拗 从为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使香港可以有效地 处理一些深层次的民生 经济的问题 法案通过后 意味着中央完善特区 选举制度的各项决定 得以具体化 成为香港的本地法律 具有更强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所以本人坚决支持 延善的选举制度 祝福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香港是相信发展会更好 充心祝福我们共同的交易 香港明天会更好 未来也会越来越好 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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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会更好